各位大家好,我是社民年的周家帕 都很開心見到今天這麼多 都愛護貓、狗、動物的香港人 走出來來到今天的集會 為我們的動物發聲 不知道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每逢打風、下雨都很擔心 外面的流浪貓、流浪狗 牠們能否過得到今晚呢? 但我很肯定政府的官員 是沒有這樣想過的 因為我看回一些資料 一愛協就是跟政府合作 搞一些鑄竹放匯 我見到他就說試驗幾年 再他會否落實在全港推行 他看的標準是甚麼呢? 他就看下 搞這個鑄竹放匯 相比起他現在現行的先暴喉殺 大家都知道了 捉了狗狗回去 那幾天就很慘了 他相比先暴喉殺 究竟哪一個更有效 去控制到這些社區 流浪動物的數字 原來他只是看數字 我們視這些貓狗是一個生命 但在政府心目中 就只是一個冷冰冰的數字 結果就變相是很多我們的 一些義工呀朋友呀 牠自己自發 去自廢 甚至是負上一些法律責任 因為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幫那隻狗 拿去絕育 再打晶片 又放回到街上 如果被遇護處的人 小心捉回去之後呢 我又要被罰款呀 又要承認自己棄養 但其實不負責任的正正就是我們香港政府 他才是 我們全港那些流浪狗狗 他們的 我都不想說他們的狗主 因為他們完全沒有這個資格 但他是有這個責任 去幫他們 好好地控制一下他們的數目 其實他們也不想他們流浪 是吧 所以我們是要求政府 盡快盡快去推行這個諸葛課會 大家知道一年 可能一千多 二千隻這樣的貓貓狗狗 是 就這樣拍針就走了 這樣他就一直鼓勵我們領養 但是政府 他去傷害 去殺害這些狗隻的速度 遠遠是不及我們市民 可以拯救到他們的速度 所以 我很希望大家和我們一起努力 去堅持 逼令這個政府 是必須盡快去修理 保護我們香港的動物 不單止是一些流浪貓狗的議題 可能是一些 不人道的繁殖場 一些黑心的寵物店 究竟 他們 每天大家去到寵物店 看到好像很漂亮 他們收工時 貓狗居住在甚麼環境 面積有多大 現在是沒有這方面的規管 繁殖場的貓狗狗 他們窮一生 究竟他們要生幾隻才救呢 他們餘生最後 又可不可以安老呢 會否又是把責任交給義工朋友 錢呢 他們就可以賺到盡 但結果埋單也是我們其他有心的香港人 好像是道德綁架著我們其他人 所以呢 希望大家都可以繼續關注議題 因為今天 都難得一天假期 都看到大家都很有心 但是狗狗出門口 相信都不是一件輕鬆的事 可能他來的時候又會不舒服 又怕他會中暑 但大家都走出來 走到這一步 但是呢 政府就一步都不肯走 所以我們呢 繼續繼續 要令政府呢 是面對我們這些訴求 真真正正呢 是立法 做更加多的事情呢 去保障我們香港的動物 剛才大家看片都說到 關於馬戲表演呀 一些放生的活動呀 等等 這些都是必須要去規管的 好 多謝大家 好 多謝